你知道草叢里有一种长了八只脚 名称叫做皮虫的小怪物吗 在台湾 这种叫做皮虫的节制动物 主要活动季节为4月至10月之间 常栖息在草叢 树林等郊外环境 它们会潜伏在草叢里 当你经过时 趁机爬到你的身上和衣服上 也可能攀附在经过的家畜或宠物体表 刺激叮咬你一口 吸食你的血液 听起来 皮虫就像蚊子一样 是个爱惜人血的脑人害虫 但被皮虫叮咬 可能会感染到一种叫做 发热瓣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传染病哦 如果皮虫身上带有发热瓣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病毒 就可能在叮咬人的时候 使人感染而得病 感染发热瓣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患者 初期会有发烧 血小板及白血球减少的症状 并可能会出现恶心 呕吐 腹瀉及淋巴肿大的情形 严重者可能会有肝脏 肾脏等多重细关衰竭 或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症状 更有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死亡哦 被一只小小的皮虫叮咬 竟然有可能得到这么严重的传染病 那我们该怎么预防或是治疗呢 首先 应尽量避免暴露在皮虫栖息地 如草地 草丛 树林等野外环境 并避免接触来路不明的野生动物或宠物 如果出发郊外踏青 或是在田野草丛间工作 也要落实自我保护措施 穿着长袖衣裤 长靴 以及手套等保护性衣物 并将裤管塞进袜子或鞋子里 避免皮肤暴露 如果身体仍有裸落部位 可在皮肤或衣物上 使用经政府机关何可含迪碧 派卡瑞丁或IR3535的防蚊药剂 借此驱赶蚊子或皮虫 从野外回家时 应检查身体或衣服是否有被皮虫附着 并尽快换下身上衣物及沐浴 不给皮虫叮咬的机会 若发现遭皮虫叮咬 应使用镊子夹住皮虫的口气 小心将皮虫摘除 以避免皮虫的口气断裂而残留在体内 使用肥皂冲洗叮咬处 便可降低感染机会 如果发现被皮虫叮咬后 出现疑似发热瓣斜小瓣 减少综合症的症状时 应该要尽速就医 并告知医师皮虫叮咬时 或是有无出入草丛 郊区等活动时 作为医生临床诊断的参考 做好个人防护 远离草丛里的小怪物 并远离疾病